小编今天要介绍的不是什么国外的巨星艺人 而是本地徒生徒长的大妈演员Emily 陈志颖 今年32岁的Emily 陈志颖在2010年以演员的身份出道 过去曾饰演过多个角色,积累了不少的戏剧经验 她也曾入围第19届亚洲影艺创意大奖最佳女主角 和慧英红、周旋、贾静文、吴丽轩等影视巨星角逐最高荣誉 凭着多年的演艺经验 如果要称她为大马当红女演员这个称号还真的不为过 Emily 除了是演员以外还是歌手、KOL等身份 但是我认为实力派演员这个称号更适合她 尤其她最近在Astro Originals播出的新剧《患者》中表现各位亮眼 而这部剧也在上周创了收视新高 我们先来恭喜这部剧 《患者》是大马首部以艾滋病为题材的原创中文剧 故事讲述饰演女主角方思佩的Emily 在一世和未婚夫争吵后不幸遭遇性侵并患上艾滋病 从此她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和无可挽回的悲剧 这部剧不只是探讨艾滋病更多的是展现了人性的黑暗面和自我救赎的课题 剧名患者也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 不只是生病的人才是患者 而是周创那些对疾病无知和启示的人也是患者本身 当初在公布剧中演员阵容时 小编就觉得由Emily 饰演方思佩这个角色再适合不过了 关注她的人都知道Emily给人的感觉是富有自信感的 而她也拥有非常多的戏剧经验 所以我相信她可以胜任这个角色 果然电视剧播出后我看到了另一个Emily 陈志颖 Emily以往饰演的角色都是属于比较开心欢乐有点凶巴巴的 就连她在饰演炫以往的网剧《月老便利店》中所饰演的角色个性 虽然带有些许的小忧郁但是性格还是属于较为开朗的 而这一次她所诠释的方思佩的角色性格 却是她以往没有挑战过的忧郁以及那种不卑不亢的角色 我只能说我觉得她将方思佩这个角色饰演到非常的到位 让观众在看到她在剧中的表演时 能够感受到她的每一个眼神表情动作和语言都非常贴近这个角色 也带着观众感受这个角色的挣扎 经历着的痛苦仿佛生理其境般的陷入了剧情之中 我很多的网友都和我一样 看完了《一集又一集》后 只想给方思佩大大的拥抱 心疼的告诉她她所遭遇的事情不是她的错 Emily这次饰演的角色真的有经验到小编 让我看到了她为自己的演绎之路带到了Next Level 让观众看到了原来Emily曾经能够把角色内心的挣扎点 吸引得那么的到位 此外 除了Emily的演技为这部电视剧加了很多分 后制还通过多种方式表现了方思佩的悲惨遭遇 例如让她拍摄时几乎冷到静蓝的压抑水下拍摄 以及后制暗色调的画面 让观众更深刻的感受到她的绝望和无助 身历其境般的感受方思佩的心境和处境 总的来说小编觉得患者将会是Emily另一个代表作 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本地电视剧 她通过出色的演员表演和独特的故事背景 展现了人性最黑暗的面向 希望观众可以从剧中认识到艾滋滨其实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的无知和启示所带来的恶果 听完了小编说了那么多 你还在犹豫吗 赶快收看患者吧 错过前面两集的大家 千万不要再错过今晚即将播出的第三集哦 让我们一起支持马来西亚的戏剧作品和厉害的大马演员吧